誰在街市買菜? 公營街市買東西是否一定值得? 港人自愛外遊 登追泡漫遊數據震撼帳單 比較市面不同外地上網方法 山邊坑渠充值垃圾 但清潔工人沒有撿走 還將垃圾丟到引水道 馬上東張西莫 歡迎實體東張西莫 為人父母當然希望子女 進入一間一條龍的學校 真的可以做很多事 Albert, 你曾經出過什麼絕招? 什麼都試過, 簡直想進入一間學校 但問題是, 做校長不可能 做老師也有點問 做校工最合適我本人 有東西適合你 來一間中學招聘校工的主管 薪金不是重點, 反而福利非常好 年假有15天 還有, 無論是醫療、牙醫 都是包你的兒女 重點是, 學校會提供一個 大約五百多呎的兩房單位 給你做宿舍 還要包你水、電、煤, 對不對? 不是吧 據聞在荃灣有一個叫價 一千萬的單位 只不過是四百多呎 這份工作有五百呎住 而且有樑出, 不用交租 還住南區? 為了提供一條龍的服務 就能幫你找到有什麼街市 可以買到便宜的東西 這樣是不是很好呢? 各位小妻, 廚家男, 留心了 因為大家去開那個街市 隨時買貴菜 有團體出了一份報告 去了香港多個不同地區的街市 看看哪裡買的三送一湯最貴 報告中, 在沙田街市最貴 要一百零六元一餐 是不是真的這麼貴? 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裡 以大約四兩重的紅衫魚 和一斤菜心為測量價格, 做準則 菜心幾千斤? 十四, 看到了 貴不貴, 算不算貴? 不算, 因為這個街市是最美的菜 菜貴回來, 所以我們一定要賣 多少錢? 十八元, 十八 是, 多少錢兩元? 四個半, 一兩 以來講, 這個街市仍然是最便宜 不知道街坊有覺得貴不貴? 貴, 貴一成都有 是嗎?你覺得貴一成嗎? 有, 我覺得很貴 這麼貴, 為什麼你不去 另一個街市也來這個街市? 這裡比較新鮮 接著我們又去到另一個 在深水埗的街市 菜心一斤只需要七元 和重量的紅衫魚就要十二元 和沙田街市比, 兩樣東西加起來 足足便宜了十三元 多買一條魚也行 薄利多燒 會不會因為多基層善文? 這裡多一點平民 這裡, 所以呢? 所以便宜一點 報告說公營街市買菜比私營更貴 我們去到私營的樂富街市 菜心十二元一斤 紅衫魚就三個半一兩 就是十四元條 中觀三個街市來看 沙田的確是最貴 深水埗最便宜, 但兩個都是公營 即是價錢和什麼經營 好像沒什麼直接關係 對, 其實買菜的東西, 就算一樣的貨品 是否新鮮也好, 影響價錢 市民又會用什麼準則來選街市呢? 這裡比較乾淨 捉完便宜一點, 但比較濕溜一點 什麼都便宜 海鮮也是便宜, 夠清 是 最重要是夠清 它有一個工程, 最重要是夠清便宜 就是看你去哪裡 要遮蓋得暗 沒來, 這麼容易車租六位, 這裡買菜 元朗最近有鼠患 經由老鼠傳播的汗他病 或者是汗坦病 就令一個原本很健康的22歲年輕人 一度神衰竭, 差點沒命 原來在他家附近 就是一個鄉村式的垃圾站 那個垃圾站有很多老鼠 過百隻, 最大的那隻巨民 好像比那隻貓更大 只聽到也無管動 不過醫生就說 其實不只是看見老鼠才有問題 如果有些帶有病毒的老鼠分泌物 又或者牠們的糞便留在環境當中 而空氣不流通的話 就算是挺強壯的人 也有機會中招 看見老鼠簡直是危險速逃 不過如果看到這些 為視障人士服務的狗 不會速逃, 只會速速給點讚 Hello, 我叫Pupai 我是大哥Pupai 我是二哥Pupcon 我是三哥Pasta 我是四哥Paket O 我是五妹Papar 我是六妹Pudding 我是七妹Pizza 七小福貴為第一批港產盜盟犬 別以為他們多多二二好像一條雲 他們遲些通過考試就會正式服務 現在就去了不同的寄養家庭 他本身始終是小嬰兒, 兩個多月大 所以他需要別人貼身照顧 再加上他一個小時要下一次街 所以我們要付出幾大精力和尋思 七小福各山東西 但一見大家 他們都很興奮地聚加救 其實盜盲犬跟一般寵物不同 除了要有高服從性之外 也要有自製能力 所以他們新的父母都很努力地訓練他們 你們做寄養家庭 應該要怎樣去照顧這些盜犬寶寶寶呢 就是要除了照顧牠、疼牠 以及要教導牠 要很乖、安靜 以後要配合盜人 怎樣配合他們一起生活 因為知道牠們的使命很偉大 就忍受不中了, 為了牠們將來好 盜盲犬訓練得好 不僅幫助有需要的人 同時令身邊的人互相共融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和包容 其實反過來, 不是我們幫助 不是我們偉大, 是他們幫助我們 希望牠本身在我們寄養家庭 十四個月長大之後 可以幫助生命人士 做出色的肚子蠻犬 這一代的父母很難抗拒 用電子奶嘴 莫非你也是一個電子奶嘴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因為我某程度上也是一個電子奶嘴 我有限度供應 每次可能看三分鐘左右 就要停一停, 休息一休息 那你比較聰明 不過我知道不是那麼好, 但也不想 因為出去外面吃飯 如果沒有手機、平板電腦招呼他們 那頓飯也不太平安 有些網民建議 怎樣幫小朋友戒掉電子奶嘴 就是把牠們最害怕的昆蟲架 貼在電話殼上 他們自然不敢拿電話殼 也不怕他們用爆了數據 不過我覺得現在小朋友這麼聰明 他們未必會中招 是呀, 他們聰明, 快過大人問 請問這裡有沒有WiFi 不過若然出到外貨, 就很難說了 我看的不是我的儲存戶口 而是我萬油上網的月結單 消委會過去三年接獲約2300宗 跟電信服務收費有關的投訴 當中有不少都跟數據萬油服務收費有關 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數據萬油服務收費 都不同 一般是按數據流量計算 覆覆短信看看新聞 隨時費用好像倒水一樣 有否試過去外地旅行的時候 用自己香港的SIM卡上網 沒有 是, 為什麼? 因為賣油費很貴 有試過, 不然很貴 你那次怎麼貴? 我想那次也要六百多元 所以我現在來買電話卡 六百多元, 你說了是上了多久? 我想上了…前前後後上了十幾二十分鐘 馬小姐也試過在外地旅遊之後 收到電信公司的震撼帳單 那次我去日本旅行 打算去兩個星期 我聽朋友說萬油上網很貴 我打算去到酒店或咖啡 用它的WiFi就算了 誰知原來我開了萬油數據上網 我自己是不知道的 期間你有沒有上過網? 在我出去市區的一個小時車程裡 我沒有上過網, 也沒有下載其他東西 原來我的萬油數據不斷地使用 我回到香港一個月之後 我收到那個賬單有三千元左右 我才知道原來我不斷使用萬油數據 別以為你沒用來上網 就等於萬油數據真的沒用 如果手機調校了應用程式 或者是軟體的自動更新功能 在社交網站平台上 自動下載或播放多媒體內容的功能 自動接收電郵等等 任何一樣都可以令你的數據流量 無聲無息不斷計數 接下來四月復活節 就是旅行的高峰期 不想開心旅行回來 被數據萬油的收費單嚇倒的話 也不是沒辦法 房間還有很多其他方法 例如萬油數據卡 在本地網絡商以至鴨寮街排檔 都可以買到 他們提供不同的地方 日數、上網速度和數據用量選擇 例如日本上網卡 價錢介乎65至105元一張 這些萬油數據卡 可以去到當地即插即用 但也有些要用WiFi 再安裝程式才能用, 比較麻煩 有些更是內地 或者國外的電訊公司出品 不過有用過的人覺得 有些卡的質素不穩定 甚至試過用不到 還有要留意使用期限 過期就會失效 用家要小心選擇 至於WiFi彈 近年很多人會選擇租用 如果一群朋友或一家人去旅行 就可以一隻雞蛋 大家一起分享共用 但是租WiFi彈 也有些細質要注意 簡單來說 服務供應商會根據你想去的國家 提供對應的SIM卡 以及流動路由器 租之前要剛好支援你想去的國家 一般WiFi彈也提供4G網速度 但是多數每天使用到限定用量之後 就會限速 服務收費逐天計算 如果飛到歐洲或南美 中途要轉機, 隨時花兩天時間 日租計的WiFi彈明顯不划算 價錢大約介乎35至85元一天 而且還要額外付按金 另外, 有些本地的電訊公司 提供多種漫遊數據固定收費計劃 只要登記好 就可以日費計劃使用數據漫遊 那就不怕不會設定或按錯鍵 價錢都是一天幾十元起 不怕變成震撼帳單 至於經常要來往內地 或者部分東南亞國家 有些電訊箱都有月費計劃 數據用量可以在指定的幾個地區內共享 無論你選擇漫遊數據卡 WiFi彈還是用日費計劃 選擇一種最適合自己的方法 就可以避免漫遊上網出現驚人收費 我們就知道了 山邊坑渠充斥垃圾 負責的清潔工人不僅沒有撿走 還竟然隨手把垃圾丟到引水道 隨時因例山洪危機 待會東張西望 回來東張西望 很多人都相信 現在人工不多, 但工作多多 沒辦法, 人工也包起來 包什麼呢?要包你準時上班 可能會OTO到返艇 甚至受氣受到返逃 Albert, 其實不是那份工作 都像你那麼好 永遠都會有不同的美女拍檔 坐在你身邊, 你說是不是? 當然了 大家不用羨慕他 如果你要坐在辦公室 也可以想想方法 例如走去Pantry, 多喝兩杯東西 借故走到旁邊的部門聊天 看看有沒有美女 或者如果對著電腦 其實可能你也在網上賣東西 或者在播劇, 是不是? 這些就是迷宮 但問題是我動藥脫套的款式 很難留在辦公室 我又有工介紹給你 是 今天的第二份 這份工作也適合你 因為經常要向外跑 真的嗎? 如果真的, 我要說一句 這些就是迷宮 雨桂就來了 政府部門都會加快地清理 去水渠和引水渡的雜物 但如果沒有好好處理好 渠道癒失這個問題 後果又會怎樣呢? 石頭枯葉, 滿地膠袋 大量膠筒 甚至連洗衣液的膠瓶都有 其實山上有很多垃圾 我看似乎沒有人清過 你知道他們會怎樣處理 這些渠道的垃圾嗎? 他們用掃, 用鑽, 用藥狗, 筆掌 筆掌他 筆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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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變成 路這麼長 我們收到觀眾投訴說 路政署的外判工人 在開工期間 懷疑集體偷懶蛇王 沒有清理好坑渠的雜物 究竟情況有多嚴重呢? 我們這天來到將軍澳建明村 對出邪波位置觀察 早上11點多 看見幾名工人坐在石膊位置休息 嫌上班悶悶的, 可以怎樣處理好呢? 他們就聰明了 原來早就做好準備 拿一副啤牌出來玩玩才解一下門 玩了足足超過半個小時 難道真是長命功夫, 長命祖? 另一個工人就一於少利 坐在那裡尋屍 不知道是不是在想待會吃什麼好呢? 看他們開工這麼差調 這些就叫工了 我真是很葡萄你 看他們玩得累 當然是吃午餐, 治好肚子 看他們下山時 每個人很輕鬆地拿著一袋膠袋 究竟整個早上清理了多少垃圾呢? 到了下午兩點多 看他們吃完飯繼續開工 看到這位工人在坑渠和花槽邊 先撿起雜物, 放進黑色膠袋裡 另外, 也看到這位工人 用鐵鏟鏟鏟在坑渠裡面的雜物 慢著, 為什麼他把雜物隨手 堆上路邊這麼奇怪? 不是要放進黑色膠袋裡 然後再帶回到山上嗎? 另一個還索性把雜物 就這樣撿上花槽邊 以為神不知鬼不覺 還是想幫植物加肥料呢? 但是他們有沒有想過 如果下大雨, 雨水 又不是把花槽邊路邊的雜物 衝回到坑渠裡 這樣做就是白費工夫? 以為這樣叫誇張? 還沒算, 氣動來了 這個工人在花槽邊 撿起雜物當中有膠水戶 這部長姐連掃把柄也有 究竟他拿去哪裡呢? 是否先把雜物放在一邊 再拿下山? 不過年輕人, 你真的很年輕 我們猜錯了 他們直接把雜物隨手扔進隱水裡 我們不是眼花, 亦不是老花 不僅僅, 就連綠色膠袋 裝著雜物、報紙 通通都扔進去 這樣真的清理得一乾二淨 為什麼其他工人 看見他不會製製呢? 難道他們已經習慣這樣做? 還是剛才掛著吞托玩啤牌 浪費了不少時間 所以現在要趕工 真的看見都眼火爆了 第二天, 我們回到現場看過 看上去引水道下面 看到懷疑是工人之前 訂下的雜物 明明叫你們解決去水淤塞的問題 但為什麼就不斷製造問題? 你們這樣做 豈不是白白浪費了納稅人的錢嗎? 應該沒有那麼糟糕吧? 沒有那麼冷的 對, 沒有那麼稅格 我還沒見過, 我逛了十幾年 都沒見過 沒見過, 沒見過 你覺得不會這樣做? 應該不會 以我的生態應該不會這樣做 那些更加壞, 這些… 很厲害 這樣叫他們來清潔的 豈不是很厲害的做法? 是 哪有可能? 你覺得如果這樣 把垃圾全都放進去水淤會怎樣? 會失去 簡直說, 紅水化欄 全部沖下來也有可能 其實倒塞的話, 水不能去 可能這些水能就會倒塌 然後整個斜坡就會倒塌 我看到挺髒的 很多植物, 枯萎的那些 一堆堆在那裡 好像已經有少許阻塞了 現在在現場也看到 去水渠其實都堆積了很多雜物 有些枯枝, 有些樹葉 而且還看到一些 不知道放了多久的法寶膠盒 還有包裝袋、煙盒 甚至乎勞工手套也可以看到 其實情況也挺嚴重的 不知道這裡是不是夠偏僻 就算有人亂丟垃圾 也沒有人來呢? 我們在現場觀察多條隱隧道 發現都堆積了不少垃圾 包括電腦光碟 大量膠筒、木板等等 臨臨種種 政府宣傳片說 淤塞的渠道為我們帶來煩惱 究竟這些負責清潔的工人 是否明知故犯 還是知法犯法呢? 如果這些雜物越來越多 又沒有人定時去清理的話 分分鐘會造成渠道淤塞 有沒有想過後果很嚴重呢? 對於路政署外判工人 懷疑集體蛇王 沒有好好清理坑渠 並且將大件雜物隨手丟到引水道 很明顯是失職行為 究竟事件中是否有人監管不力? 路政署回覆我們說 有關上址的清理工程 是由中國路橋工程有限責任公司負責 工人應該要按工作指引 每次清理原坑渠都要將所有雜物帶走 而不是就這樣丟到引水道和花槽邊 他們又說已經要求成建商 對工人的行為作出警告 以及加強監督員工的執勤情況 而這次事件也會記錄在成建商的 定期表現評核報告內 如果表現繼續不理想 不排除會終止有關合約 如果剛才我沒聽錯 或者知道也沒錯的話 剛才這間公司叫什麼什麼有限責任公司 真棒, 我也想再開一間 做錯什麼都好, 我是有限責任 我也不想的 以上Albert所說的話, 大家千萬不要模仿 男士們, 如果你說你對女士做錯任何事 你都說你只是負有限的責任 我覺得是很不負責任, 還有… 其實我只是開玩笑而已 人家搓球搓得開心心無故搓到這裡 那不是很沉默嗎? 很沉默的話題 我覺得是時候要幫男人做些事 好 不如轉個話題吧 轉吧 說回球, 球除了是圓外 球桌也可以是圓的 乒乓球是圓的 乒乓球板也是圓圓的 但乒乓球桌偏偏是長方形的 我不知道, 原來乒乓球不僅兩人玩 還可以有很多人一起玩 四個人就雙打, 又有什麼奇 不過奇怪的事竟然在乒乓球桌上 為什麼?會是圓的? 你以前有沒有看過圓形的乒乓球桌? 沒有 圓的乒乓球桌? 別玩了, 難道是什麼藝術作品? 又不像 對, 因為它是擺在沙田 一個公共屋邨的公眾休憩地方 圓形乒乓球桌, 易經旗 更旗的還是 連平時放學不太想回家 喜歡打乒乓球的學生歌 也說想玩玩 你知道怎樣玩嗎? 知道 這張桌我不知道, 那張桌就說有一點 長桌我也曉得 你打給我, 我又打給你 你抽我, 我又抽給你 我們不說打球了, 先說這張圓桌 它直徑大約六呎 中間有個十字形的網 將圓桌分成四份 是不是十字街豆腐的變臭板? 玩法是不是打給對面的人 還是打給旁邊的人 打左還是打右? 應該是這樣打斜對打 或者可以玩全球全球的來玩 怎麼玩真沒人知道 不過為什麼有張圓桌桌? 我也知道, 我問過樓上樓下的街坊 說這張圓形乒乓球桌 是大約十年前已經在這裡 那時候還沒有後面長方形那張 圓形球桌就在這座的樓下大門口旁邊 有人向房署打聽過 圓形乒乓球桌 原意是想增加居民玩樂的趣味性 和可以自創玩法 所以沒什麼特定的玩法 這樣也挺好玩, 細了 因為如果打在這裡, 斜斜地 很容易掉了球 玩過一、兩次之後就不用玩了 把球桌放在這裡十年 真的做冷板凳嗎? 哪個設計也無從得知 似乎創演這家東西 真的不是人人曉, 人人壽 好, 其實我挺喜歡玩這張圓形乒乓球桌 因為幫我找回自信 我平時打正常那些是不能摺球的 所以我很喜歡玩 而且整班一起玩挺好, 我覺得融洽一點 把桌子這麼圓 簡直可以解決土地問題 你看看, 360度圓圓全全 可以善用地方 任何一滴地方的角度都沒有浪費 不過如果我們想像買餐桌一樣 你也覺得應該是圓桌的空間 佔的空間是大一點的 未必能省得到位置 認什麼?你根本有很多錢 你家裡過億也是複式的 肯定的, 你不要說圓形、方形 二形桌也能放得到 你不是怪我嗎? 你為什麼經常研究 我們東莊女主持住哪裡多大 還有什麼區, 你有什麼事? 我有嗎? 是的 巧合車, 真的嗎? 是的 那我回家檢討一下, 不會事 好, 時間差不多了 明天見 再見 香港首任特首, 香港首位女特首 她們的家鄉都是浙江省舟山市 究竟這裡有多地靈人見? 留意東張細望 我想請看 按鈕 訂閱 訂閱 按鈕 分享